汪精卫和他的夫人陈碧君曾有过一段令人羡慕的花样年华 但此后他们却没有顺应历史潮流 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大汉奸 一家子都为人们所抛弃 树立了一个活生生的反面典型 连汪精卫最小的孩子汪文涕都受到了牵连 尽管汪精卫死时他才16岁 那也免不了牢狱的惩罚 接受完改造之后 汪文涕投奔了香港的亲戚 成为了一名建筑学家 在后来的文化交流中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算是一种自我救赎吧 2005年离开家乡几十年的他第一次回国扫墓 来到家乡看到的却是他的父母跪在坟前的雕像 他沉默许久 含泪说了九个字便离开了 那么他究竟说了什么 又为什么这么说呢 汪精卫本名叫汪兆明 他有十个兄弟姐妹 不过由于家庭条件还不错 因此他的童年过得还不错 直到13岁那年 家庭生活发生了重大变故 这一年 辛苦将十个孩子拉拔长大的母亲无事去世了 在母亲病亡的一年后 汪兆明的父亲在九月份 因季节交替患上祸乱病 仅过一天后便暴病身亡 父母双亡的局面给予汪兆明重大打击 年仅14岁的他无所依靠 只得前往越北 投靠何比自己大二十余岁的大哥汪兆雍 和他一同居住生活 投靠大哥的他生活过得并不好 但他仍然坚持一边打零工一边学习 半工半读 并没有连累汪兆明的读书成绩 反而因为大哥的种种不良待遇燃起斗志 每晚挑灯夜战 决心改变被自家人歧视的命运 一年后他以广州府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秀才 一时满城风雨 此事也让大哥刮目相看 改变了以往轻浮的态度 不久后 汪兆明被广东水师提督理准征用 成为家庭老师 负责教导他的长子 1904年 清政府在广州招考前往日本的公费留学生 录取人数为50名 并且愿意全额资助前往日本的费用 另外还对每位公费留学生每月资助30日元 照当时的状况来说 30块钱相当于日本下层上班族的月薪 足够负担一个月的生活花费 可以在日本生活的比较宽裕 福利措施让许多青年趋之若鹜前来报考 汪兆明也不例外 初次考试 汪就以全省第二名的成绩考上当届的公费留学生 一个月后 汪兆明提着行李前往广州港 这一年 日本因争夺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控制权开战 战争持续六个月后 连战连胜的日军又攻下了俄罗斯在远东最大的要塞 旅顺要塞士气大阵 在日本内 爱国情绪随着旅顺要塞的攻陷到达最高潮 即使在政治大学的课堂上 爱国情绪也没办法止息 发表最新战况的号外新闻一道 教授就停止讲课 邀请同学们一同来到讲台朗读新闻 日本这种举国上下的爱国热忱 不仅使汪兆明十分感动 也激发了许多中国留学生的爱国心 激发他们投身于革命运动中 受到日本的鼓舞 中国也开始大张旗鼓地搞起了革命 也正是接着这股革命的东风 而在日本的汪兆明也见到了革命偶像孙中山先生 受到革命精神的鼓舞 青年时期的汪兆明 成为了一个为革命抛头颅撒热血的革命青年 他长期为《中兴日报》共稿 也因此 他的笔名汪精卫也逐渐被人所知 而彻底让这个名字响彻中华的 便是他刺杀前清社郑王载风的壮举 一时之间风光无两 汪精卫成了当时最著名的反清义士 而后的他更是成为了国民党的风云人物 某次摄政王是一个大案 民政部上书宿亲王善奇亲自审理此案 宿亲王是大清八大铁帽子王之一 但其言行却不守旧 还曾极力赞成清廷立宪 是当时清廷中少数有远见的的人才 对汪精卫也是极其同情 在审判过程中 汪精卫在法庭上不但没有招供同党 反而著说自己是行刺的主谋 希望能为同志减轻刑罚 这是宿亲王意识到 革命党的行刺目的就是为了玉石巨坟 杀了他们不但威吓不了革命党 还只会让革命党更加激进 宿亲王决定将其二人免死 本来这是一个必死之局 汪精卫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能够活下来 照常理来说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然而 汪精卫反而对自己的未来产生了迷惑 走过生死劫之后 汪精卫反而开始贪生怕死了起来 他不仅变得优柔寡断 患得患失起来 在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面前 汪精卫竟然被袁世凯所说服 和他一起窃取了革命的果实 在之后的数十年中 汪精卫彻底被时代所裹挟 随波逐流 在袁世凯被世人唾弃之后 他又跑回去追随了孙中山 一度成为了孙中山十分得力的助手 在孙中山弥留之际 连他的遗嘱都是由汪精卫亲自记录的 1925年 汪精卫凭借着自己在国民党的资历 一步步走上了权力的宝座 可以说 整个国民党都成为了他的一言堂 后来 更是号召着广州的十几万军民进行北伐 成为了当时中国最有潜力的政治新星 然而 福西获索一 随着中山剑事件的爆发 汪精卫所在的国民党派系 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在蒋介石的一手谋划之下 汪精卫应对得很是不得体 最终被老蒋逼得辞了职 受到打击的他 决定折服起来 以待时机 于是 他前往了法国 准备积蓄力量 两年之后 汪精卫在一番准备之后 联络了许多门生救顾 准备重启炉灶 他途经苏联返回中国 准备再和蒋介石一较高低 在他归国的途中 他还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 回来之后 他在武汉成立了另一个国民政府 准备和蒋介石分庭抗礼 然而 两年的时间 蒋介石的力量早已巩固 根本不是他一个人能够撼动的 没过多久 汪精卫就败下阵来 再次回到了法国赞壁 两次的失败 让汪精卫挥了心 真正裹起了咸云野鹤的日子 在这段日子里 他和夫人陈碧君 又生下了一个小儿子 这便是汪文替 不过 悠哉的日子并没有过得很久 1929年 樊蒋的浪潮在国内响起 面对着如此大好的时机 汪精卫再也坐不住了 与妻子一起再次回到了中国 这一次 汪精卫吸取了前两次的教训 在广州重新招兵买马 接着中山先生的名头 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都不是一般政治家可以比的 1931年5月28日 他成功地在广州 再次成立的一个国民政府 和蒋介石针尖队脉盲 完全否定蒋介石政府 这一步棋确实很巧妙 让蒋介石一下子停在了杠头上 然而好景不长 918事变的突然爆发 让国内统一抗日的声音逐渐占了主流 人们希望能有一个统一的政府 来共同组织抗日 而蒋介石也顺应潮流 邀请汪精卫和他一起重组国民政府 面对着外界的压力 汪精卫犹豫了 他再一次妥协了 这一次 如同和他选择袁世凯一样 他再次选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没过多久 汪精卫就和蒋介石一起 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 松户停战协议 一时之间成为了全国人民所辱骂的对象 国民党的军队在日本侵略者面前 节节败退 然而汪精卫却没有反思军队的问题 反倒是充满了恐惧 他觉得 在日本人面前 恐怕中国军队最终会落败 优柔寡断的他 这一次倒是不犹豫了 他以一个彻底消极的态度 在周佛海等人的窜夺之下 一步一步走向了卖国的不归路 没过多久 汪精卫私通日本的行为就被发现了 他被彻底开除了党籍 他也不在乎面子了 也彻底投降日本了 在日本人的授意下 他在南京的废墟之上 重建了国民政府 一个日本政府的傀儡政权 他心里也怕有朝一日被国人清算 他费尽心思找了许多理论为自己辩护 在他的心里 他还是一个中国的功臣 帮助中国尽快成为日本的一份子的功臣 如此桑尽天良的话 他也能说出口 也真是的匪夷所思 尤其是在南京的三十万亡魂面前 亏他想得出来 他如此泯灭良心 自然也是成了中华儿女的眼中钉 肉中刺 汪精卫没有想到 中国人的力量一旦爆发出来 力量是何其巨大 就在他的老朝南京 他就遭到的数次暗杀 最后的一次暗杀 使他遭到了严重的伤害 子弹在他的体内深处 根本无法取出 由于那时候的子弹含有大量的铅 这些铅使汪精卫的上了癌症 1944年11月 汪精卫在日本病亡 他死前留有遗嘱 想要回国安葬 于是 他的夫人陈碧君就把他安葬在了 紫金山对面的梅花山 他也知道汪精卫的尸体会遭人痛恨 于是花了五吨混凝土把他的坟墓封了起来 没想到的是 日本没几个月就投降了 蒋介石暂时成为了中国的代表人 他对汪精卫也是痛之入骨 特地命令部队用炮弹把汪精卫的陵墓彻底炸平 尸骨无存 后来 在解放后 陈碧君也被解放军逮捕入狱 最终在狱中病死 而汪精卫的其他几个孩子 逃得逃 躲得躲 唯有最小的儿子汪文涕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坐了牢 解放后 他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后来重获自由 前往香港发展 在香港 汪文涕开始从事建筑设计行业 在这个行业里 经营了数十年之后 他在这一行业有了极高的造诣 甚至被香港大学聘请 为香港 中国乃至世界都培养了许多建筑界的人才 尤其是在桥梁的建造和设计上 汪文涕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知名专家 改革开放之后 他更是带头招商引资 引领了许多香港商业进入大陆 快速地促进了大陆经济的发展 但是 他心里也知道 自己的父母是国家的罪人 因此 数十年间 他也从未踏足大陆 直到2005年 汪文涕已经是77岁高龄了 他也许是继承了汪精卫 优柔寡断的性格 在此之时 他终于决定回到家乡祭拜父母 他心知 这是他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回家祭拜父母了 由于汪精卫夫妻的目的已经被诈评 后续建立起来的只是一个衣冠种 而且是当地烈士陵园建造起来的 在一番周折之后 他终于回到了家乡 然而 他要面对的却不是一个正常的目的 而是一座父母的跪下 他们跪在烈士陵园门口 无声地向烈士们赎罪 这种待遇 在中国历史上 也只有大监陈秦桧才能享受 见到此情此景 汪文涕一时之间难以接受 片刻之后更是泪眼婆娑 神情复杂 他默默地给父母鞠了一个躬 说出了一句简单而又深刻的话 做错事就该受惩罚 他心里知道 父母是民族的罪人 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他没有办法逃避 他也必须面对 他擦掉眼中的泪水 对着父老乡亲和烈士墓碑 深深居了一躬 直接离开 此后 他再也没有回过大陆 汪精卫得到了他应得的下场 永远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一臭万年 而谁又能记得 他曾经也是反清之士 是革命先锋 一时足成千古恨 不仅一臭万年 还连累后世子孙 汪精卫和陈碧军演绎了 民国乱世中一出滑稽的戏码 汪文涕作为他们的孩子 自然是无辜的 但却不得不面对自己父母沉重的历史 成为了时代的牺牲者 他们的经历和结局 给后世的人们留下极为深刻的教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